每到春暖花开的季节 宜兰县政府就会举办一场春天与大地的约会 迈入第15届的绿色博览会 今年以看见土地新价值主题出发 希望游客们可以重新看见 土地最初给我们人类的生活意义和价值 也透过展览回归绿色生活 在六层楼高的大树公寓 俯瞰蓝阳一向十二祥镇的地景 只剩于可食花园中 享受一顿大自然思雨的饗宴 积极品味宜兰的特色与内涵 同时开启了室农花园绿色概念的想象空间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展览 非常有趣 种类的种类非常有趣 我现在的最爱的部分 我现在看到的东西是 购物框架 非常有用于存在的产品 再次装装它 非常有趣的艺术设计 我们把我们的农作物变成一种景观的方式 然后变成我们可以在这边欣赏我们的农作物 变成一个可以吃的一种风景 像在这次绿博的话 我希望呈现的就是说 我们可以很悠哉的就坐在我们的农青驿站的长廊外面 然后坐下来 喝一杯茶 然后吃个小点心 然后不要那么匆忙 然后欣赏我们的农作物 我们的园艺造景 绿博园区也展出平原 坡地到高山的耕作 生活方式和文化特色 在微笑聚落里认识友善耕作 在农林秘境的途中 彩子丝绒般的青苔路 围着浓郁的六香芬多精 然后在云天草原一览泰雅传统的原香风貌 在这里可以尽情感受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永续生活态度 土地的性价值里面 我们强调了生产生活跟生态 山生都能够融合 我们也不偏重 就是说太过环保或太过生产 那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 整个山生的架构里面 能够去融合这所有的构面 这是我们所追求的一个方式 像是食农绿狼就结合了游戏 让孩子了解食物来源 推广少用农药的概念 借由游戏互动 认识食安问题的重要性 照过微笑土地达人的经验分享 和农场换工假期的体验方式 让久被忽视的农业文化 重新被认识和了解 金刚栗子除了这个把它拿下来 桶桶之外 那这个东西也是我们过去 我们太牙族段木香菇用的这个树种 所以很多现在我们的孩子都不知道 也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那也不知道这一棵树 有什么对我们太牙族 对我们人物有什么用途 今年园区首次展出巨大抢眼的 雪山隧道岛坑TBM 希望传递南洋平原的人文 与开发过程中的形式 逛累的时候还可以停下脚步 享受一顿田园佳肴 平常当季当地生产的创意料理 让健康绿活的概念 不只看得到还可以吃得到 这些完全不加人工色素 不加香精的美食 它呈现了它自然的味道 加上这些料理的搭配 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健康 所以我们觉得农业未来 是走向一个永续 必须发挥它整个在环境 跟生活上的价值 那这些农业就会永续 能够将每年的主题 特别呼应 我们全球的极端气候 或者是全球正在发展的 一个环保区质 我们怎么样 让大家在这个园区里面 呼应我们依然一直坚持的 核心价值就是追求永续 土地的新价值 其实是我们视而不见的风扰 用一种新的眼光 来看见这块土地 一起找回被我们淡忘的土地价值 新台南电电视 王兴宇 李光辉 我 米兰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